來看到美國紐約市曼哈頓 四號下午時出現了大規模騷亂 因為一名網紅宣布要發大量遊戲機等禮物 是吸引了數千人湧入聯合廣場周邊 現場是相當的脫序 警方派出數百人才控制幾面 四號的紐約曼哈頓聯合廣場周邊 密密麻麻湧入數千人 都是來徵領人氣網紅塞納特 宣布當天下午要發送的三百臺PS5 遊戲機跟電腦等好康大禮 現場幾道水泄不通 群眾互相推擠 亂丟瓶子跟椅子到處破壞 有的攀在行駛中的車頂 有的攻擊警察 現場完全脫序 警令多人掛彩 警方出動近千人為安 直到傍晚五點左右才大致控制了場面 也逮捕多名鬧事者 包括沒有申請活動許可 引爆這次大騷亂的網紅塞納特 考慮對他提出煽動騷亂等刑事指控 21歲的塞納特是惡高影片創作者 在直播平台Twitch擁有六百五十萬粉絲 YouTube也有四百萬人訂閱 今年一月底進行了一個月的馬拉松直播 讓他追隨者人數一舉共定 公視新聞是回中編影 和你 我們在不在地